这辆列车疯狂奔袭了170年 这是地球上最后的一辆列车 它载着最后幸存的人类 开始了一场绝望的雪国之旅 前面车厢的富人过着极尽奢华的生活 而尾部车厢的人则在恐惧中挣扎 他们随时都可能遭受残酷的虐待和杀戮 这天一个穷人只是偷吃了过期50年的饼干 就要被富人们处以极刑 他的手臂被残忍地伸出窗外 刺骨的寒风像刀割一样疼痛男人 然而仅仅三秒钟后 疼痛感竟然消失了 此时地球的气温已经低至零下300度 男人的手臂瞬间被冻僵失去了知觉 富人们将鞋子放在他的头顶发出警告 底层的人就应该像鞋子一样呆在脚下 而不是出现在头顶 说完就命令手下将男人拉回车厢 此时他的手臂已经冻得清脆作响 尽管男人痛苦地求饶 富人们却变得更加残忍 这残忍的一幕让科蒂斯再也无法忍受 他决心带领底层的穷人反抗 每隔一段时间 科蒂斯都会收到神秘人提供的线索 这次的线索提到了一个名为南哥的人 为了找到南哥必须要冲到中间的车厢 经过仔细的分析发现 三道高门同时打开的时间只有四秒钟 这么短的时间根本无法全部通过 于是他们准备了一长串的铁桶 行动开始时 所有人大喊着要见列车长 士兵们立刻掏出步枪威胁他们住嘴 科蒂斯越过人群一个剑步上前 直接把枪口对准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果然科蒂斯堵对了 士兵们枪里的子弹 早在四年前的叛乱中就已经打没了 此时穷人们立刻发起进攻 他们用铁桶卡住了一扇又一扇的钢门 凭借人数上的优势 士兵们很快就溃不成军 他们顺利地来到了列车的中层 成功地找到了南哥 原来他是一名电子专家 可以利用线路打开列车上的所有钢门 这是他们在列车上第一次见到窗户 但是打开一看 外面世界的景象让他们瞬间惊呆了 地球已经变成了一片冰天雪地 而列车上的这些人 已经成为了最后存活的人类 再往前走便是食物制造车厢 看到无数黑色的奶酪 穷人们像疯子一样扑了上去 科蒂斯走到最顶端 想看一下这些美食究竟是怎么制造的 但没想到眼前的景象 让他当场吐出了几天前的早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